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项操作是针对外汇公司 并且公开公布了外汇零售交易的风险性 以及延迟给外汇经纪商发布AFX证书 其中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完成的一个策略就是可以通过交易者的一个小交易请求来测试平台的流动性 MPS的高管格雷格·杨科说道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有受过良好培训的高水准的监管团队 他们可以更好地对市场适当的行为做出回应 杨科先生还说道 与之前的系统相比 我们现在能够对股票和衍生品数据进行更多的细致分析 我们还可以制作了新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操作报告 从而更有效地分析大量的交易数据 这些改进后的监管功能 使得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能够比以前更好的发现 调查和起诉交易违规行为 TradeLogic又添加了一个新的保险工具 这是一个将现有工具拓展延伸的双工具 这就意味着以后交易者在做选择时可以更加的保险 这个新的保险工具已经得到了客户之间的证实 这让交易者们有了更好的交易体验 也使得公司的收入有所提升 TradeLogic致力于不断的创新与改造解决方案 这有利于现有以及未来的客户 TradeLogic的首席业务发展官GRI雷兹说道 我们一贯的目标就是去满足客户的期望和最高的标准 想要走在行业的前列 就要不断地改进我们的日常产品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始终在游戏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了 Intertrader.com已经与Auto Chartist的联手 将免费为Intertrader的点差交易与差价合约用户提供自动化技术分析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同时浏览千种货币队和不同的综合性市场 以便寻找潜在的交易机会 当斐波纳契数列图表和其他的图表形态上关键价格到达时 会给使用者一个提醒 该工具提供了主要的货币对商品 以及指数的预测性的技术分析 通过一个高质量的指示器来显示每一个潜在的交易机会 Intertrader的董事总经理夏嘉西·赫夫兹说道 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可以像智能交易员一样 做出明智的交易选择 使用像AutoChatist这样的工具 可以帮助他们识别和评估潜在的交易机会 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客户业界领先的工具 好的 这就是本期行业一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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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